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现在门口挺多黄牛的吧 你愿意加到最多多少架去选购呢 最高的 两千元 两千元 好啦 采访了那么多用户呢 我们太平安也有自己的手机哦 最直光的呢就是 我们都有一个尺寸大小的不同啦 一个是5.8英寸 一个呢是6.5英寸 那么MAX的话呢是6.5英寸 那此外呢两个都是搭载了A12的一个仿生芯片 这个续航上呢 TEN S是比上一代的X呢续航要多上半小时 而TEN S MAX呢就是要比上一代要多个一个半小时 然后至于在相机上呢 这一次呢它们的进步还是蛮大的 它们搭载了全新的一个传感器 然后呢可以支持HDR的一个正的照片 也支持照外成像跟景深控制 那拿我一个黑照好了 就是在这里可以去控制它的一个景深 大家看看样张 它在虚化上真的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是我们刚刚拍的一个样张 我们之后呢还会再拍多一点照片的 就是随便拍一些 然后呢它在视频录制上呢 也是增加了一个影韧机的防抖 那这个没有办法示范了 然后也支持一个立体声的录制 最后呢它一大亮点就是 NEXT呢是支持双卡双待的 但是现在呢是不支持同时插入电信卡 然后呢也不支持双4G 就是一个在打电话的时候呢 另一个呢是不可以去使用网络等等 那这些问题呢都会在后续的一个 系统更新里解决的 大家呢可以不必担心 那假如说有一个双卡双待需求的呢 可以考虑一下MAX的 那下一个月呢就会TURNR会出来了 如果说喜欢多彩机身的话呢 可以等到下一个月TURNR的一个发售 那个人还是会比较期待红色版的TURNR吧 那至于下一个月TURNR的一个发售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去看看吧 再见 再见 再见